大家好,我是小胖 昨天也是发了一场这个魔化生死的比赛 反响还不错 那咱们今天接着来 接着来魔化生死比较少见 那关张鹏选择上的是一个无底盘斯的一个双锋 配合着辅助普陀加一个辅助神木林 双辅助双锋系 四宝一保着一个魔化生死 开了一把五阵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五状的双锋 配合着三嫂大方加魔王 开了一把阴阵也是小刻 关张鹏五阵 5% 咱们看一下这个积极歪歪 160017 好像不太行的样子 160017 还是缺了一些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关张鹏这边的魔化生死 虎头卫这边打上的一个佛法无边 打上的一个佛法无边 这就是魔化生死的经脉效果 就是佛法无边 积极歪歪也能触发 你放在其他单位身上 只会触发那些指向型的单法 魔化生死有经脉 人家积极歪歪也能法联 你看这一波就出法联了 秒的两下 1000多 高的可以秒到1700 低的秒一个八九百 对面却有多汗的 有多汗的 那秒两下这个数据其实还是蛮可观的 再加上有葡萄山的灵动九天 还有辅助神木 加的一些辅助状态 包括法暴也好 法伤也好 都是有的 腰风四起 强控一手 横扫清军 咱们看一下对面大头的一个建议吧 四层的建议 机会和还是比较的快 趁这个机会啊 再给大家介绍一 介绍一下 快乐方魔化生死的主要的两个筋脉吧 其他的大家可以看我昨天发的那场比赛啊 今天主要介绍一个 送金 基础魔法只减少 魔力点数乘以2.5 GYY可以使你获得一个送金的状态 你的GYY 尊尊教诲 可以提高效果16% 有法伤提高16% 但耗魔量增加140 可叠加五层 有点类似于那个人心的意思啊 呃 这个东西 它既是减少你的基础魔法值 还要增加你 消耗的魔法值 这么一来一回 啊 魔化生死成为一个耗蓝大户啊 这个就跟辅助的化生死 有点类似啊 呃 就是一个耗蓝大户 这一点的话 也是限制这个魔化生死发挥的一个重大因素啊 可以看到这一个法系早早的就 顶上了一个蓝灯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啊 队伍中仅有一个化生死的时候 你带有伏法无边史 GGYY有35%的几率重复释放一次啊 相当于也就是 把脸有效果 啊 当然你带了魔化生死 你就没法带这个辅助化生死了啊 刚才说过 队伍里仅有一个化生死的时候啊 两个化生死就没用了 四千二一千切 所以观众方选择了一个辅助普多山啊 加一个辅助神灵来顶掉化生死的一个位置 辅助化生死的一个位置啊 正好一个可以加伤害 一个可以加灵动 跟这个魔化生死的四宝叶 阵容方面也是比较的契合啊 契合度比较的高 蹄虎 抱一下三嫂 当然对面三嫂大方一旦有了十一层建议 再配合魔王寨的一个暴力面伤 也不怕的 对面最好是把效力藏刀用到位 对面是有一二宿的呀 武装罐也可以 考特技 五千九七千 五千九七千 有点疼 颠倒五千 继续打上 人家一二宿 可能被封的也比较的惨 化生死继续群推 面对这么一个面伤化生死四宝叶的话 就完全没必要去叠人心了 除非场上有实体单位 不然的话 群推 还是更舒服的 秘传 走你 两千一千五 有罗汉 不太能秒的动 那观察方现在就是尽量的保证自己魔化生的一个出手吧 对两方打上天地同胜以后 观察方可以适当的去出一些高攻的宝宝 当然你出来的话我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月光灵咒这波是大幅度增加魔化生死的一个发生 感觉辅助神木对于这种四宝一法系也不错 也不错 这玩意儿就持续一个回合 秒的九千 这个 幸亏没法联啊 这个要来个法联 这不得把对面直接送走呀 就观察方出一些高攻宝宝 可能对面啊 不管是魔王也好 三嫂大方也好 也可以尽快地把这种宝宝处理掉 但现在这魔化生 有点凶猛啊 直接给你把人废掉了 水清 继续保一下出手 辅助神木月光灵咒继续加上继续大幅度提升魔化生死的一个伤害 先例再来一个 注意加蓝药啊 反正注意加蓝药就行 继续歪歪 一万二八千七千 打宝宝这么疼呢 这玩意儿跟龙公一样 他秒七个 手也长 跟龙公一样手长 这辅助神木 当然啊 咱们实打实地说啊 因为辅助神木比较厉害 那不是说这魔化生死有多厉害啊 还是辅助神木比较厉害啊 刚才给大家看过那个宋经啊 每一层的宋经是可以加到一个16%的伤害啊 最高 叠加五层 也就六 五层的话是80%的一个发生加成啊 80%呀 加上先例 五千四件 加上先例 再加上土猪神木 加的一些状态 我感觉这魔化生死 一个顶两个半 还是绰绰有无的啊 光一个宋经 就加了多少 然后还有静脉大招呢 光一个宋经 就是16% 乘以五 还有静脉大招 每一个增益状态都可以提高1%的发生啊 他这个身上的状态越多 他发生越高 不管是啥 哪怕是防御圈都行啊 状态越多 伤害越高啊 但状态太多的话 比如说化生死啊 去起一个佛法无边啊 状态太多的话 容易被顶掉这些状态 可能佛法无边就没了 这个大死亡 这个时候给天地同寿的单位上了一个大死亡 那无疑变成了一个催命符 对面罗汉赶紧盖起来啊 这 这家伙跟吃了药一样 感觉旁边的辅助神墨 他就是一个药剂师啊 给打一针 你上去干他 你就给我臭西瓜烂盘鲜往上扔 凤五星金 辅助神墨凤五星金的话是得到药灵 咱普通的法神墨给的是凤灵 这个给的是药灵 一千一一千二有罗汉以后好很多了 你看没有辅助神墨的加持 对面再加上罗汉 魔法生死这边也是吸了火了 零多久天也得刷一刷 约乾坤在套没套上 官大方也是把罗汉提前盖起来 当然对张方的愤怒控制 一般吧 密灵助纣 类似于无底洞的那个金城的效果 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护盾 当然这个护盾人家是可以给自己加 但是他只加六个 只加六个 加不到所有人 无底洞那个是加到所有人 除了自己 继续继续歪歪 对面大唐十八回合 这几回合受了点影响 十八回合现在是一个六层的建议 然后这几回合魔法生死 这个伤害有点离谱 离谱到对面实在是 没有扫出来几次 魔王那边还密灵助纣 还是要把护盾再加一层 我看一下现在有几层的护盾 三千五的一个护盾 这个三千九将近四千的一个护盾 倒掉 一万五血都变成两万血了 而且全面PK赛 他是没有必听的 所以大家在法防身上的话 会带一些法防 但不会像 咱们常规PK里带那么多的法防 常规PK里 他毕竟那些豪门都有力听 豪门之间的对战的话 法防带的是很极致的 这顶着罗汉 两千五两千九 再触发 法联又是一个两千八两千五 这五千多的输出 罗汉 嗯 刚才是个梅罗汉吗 不见诸斯 我怎么 刚才好像梅罗汉吗 禁药啊 刚才好像梅罗汉 继续笑脸藏龙刀 很多时候 他们法防带的极致 是为了防地厅 但是他们也会带啊 不是说没有地厅 就不带法防了 他们也带的 只不过带的不多了 两千两千七 再触发法联 从这个数据来看 刚才应该是梅罗汉吧 回头 没看清啊 刚才状态太多了 这连续的触发法联 这谁也受不了 相当于两回合是 打了对面一万的数据嘛 对吧 一下秒的两千五左右 两下五千 两回合秒的四下 那一万的数据 直接就出去了 人能扛得住 这宝宝也扛不住 继续水清宝出手 腰风四起 再控恢复 润泽伸接 触发法联 活了一万多 类似于一个活血吧 他也是可以恢复上限的 大方直接坠机 叽叽歪歪 又出法联 35%啊 哥哥 你怎么整得跟53%的概率一样 这么能出法联呢 华生死也受不了 加蓝药 注意加蓝药 这玩意儿太缺烂了 降低了你的魔法上限 还增加你的魔法消耗 你别说这臭西瓜辣番茄还挺厉害啊 一把瓷横救起来 对面的希望啊 只能放在这个三嫂大方的身上 慢慢的把剑意叠加出来 但是观察方盯着大方官服 扣了一手 现在是七层的一个剑意啊 二十四回合 七层的剑意已经是相当的慢了 对面出一些野生宝宝 来抵挡一手 女儿寸最终还是倒地了 瓷横完了以后 射击救人了 当然这个大死亡也快结束了 老扫了一个大死亡 看一下剩下 剩下最后两个回合 下回合化生死 就可以直接吸走了 女儿寸再站起来 偷久再来一把金青 偷久来一把罗汉吧 感觉偷久来一把罗汉吧 回蓝大特技 回蓝大特技 谁放的来的 聚精会神 五开 很多五开都会有这个特技啊 聚精会神 也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魔化生死太圈了 而且这个应对一些 打蓝阵容的时候 这个特技也是相当的好用 清风望月 我之前五开就后来卖了 五开说句实话啊 你除非那种极致的神 不然这玩意儿确实也没啥用 但是很多五开也是会带的 也是会带的 之前我也是自己 抓鬼鉴定出的装备 鉴定出来了 就打了个四段 就那么用着了 有些时候倒还蛮好用的 后边发现 以前没啥用 把五边夹起来 观察方刚才 神木林是给观察方这边 又夹了一个法术暴击 持续五个回合 就身上有个蓝点点 有两个蓝点点 还会在那跳 大家应该能看见 绕着圈圈在那跳 那个就是法暴的一个效果 换句话说吧 你放个龙宫在这个地方 或者放个魔王在这个地方 只要有辅助神木 输出都不会差的 月光灵昼 再加 加完法暴 加法伤 舔不舔 没舔 叽叽歪歪 走你 八千 五千 没出法联就还不错 这要出了个法联 对战方又要被团灭了 就一个法联就够 这玩意儿太吓人了 解开 切宝 幸亏美副法联 对战风及时的天地独兽 那关战风这边 也是重点去照顾 对面的两个输出 躲破力 再控制二村 对面化身色 小四汗也没有了 继续加护盾 辅助神木也是会触发法联的 因为法联这个玩意儿 它本身就是 神木林的门派特点 就是法术联技 叽叽歪歪 关战方又护盾 一把破碎 好像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这回出法联了 前排宝宝 受不了 省又一个 人也被打残了 全民PG赛 主要是一个娱乐 大家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宝宝 接触不到的一些硬件 在全民PG赛 都可以得到一个 最起码是练习 或者是适用的机会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追求 什么阵容的合理性 这个强不强 那个弱不弱的 哎呦 这个大力 大哥你这超出 35%的概率了呀 所以大家不要考虑 什么阵容合理不合理 这个星期六日 全民PG赛 小组赛 或者是说一个交叉淘汰赛 就要开始了 这个时候 绝对会有很多 非常合理的阵容 当然伴随着阵容的一个合理 哎又是一把破碎 没打着 又打到护盾身上 伴随着一个阵容的合理 随之而来的就是 比赛的枯燥 一般合理的阵容 都没什么看点 今年的合理阵容 就是女拔木 加大堂的国标 然后就是一个五宝林 没别的 就这两套阵容 目前是最主流 最合理的 一合理就没有 没有特点了吧 所以珍惜这些 不合理的阵容吧 轻易散叠 对两方想点 发现还点不动 大堂再倒地 其实比赛打到现在 对两方也没必要坚持 那怕是女儿村 还有刺行 当然关大黄 盆斯是进过女儿村的药的 进过女儿村的药 砸钱 不知道女儿手里还有没有酒 有酒的话也没必要 继续 双勇 加法爆 这很明显 对两方是等不到 这个大堂的十一层建议 魔法生死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吧 现在还有 沙利女儿做了 毒女儿做了 利普多做了 补助神木也有 莉莉虎也做过 魔法生死也做过 魔方寸也做过 三草大房那就更做过 利物庄也做过 好像一个全民PK赛 PK赛下来咱们的乐趣多了很多呀 该做的也都做过了 可以了 回头如果再有一些比较新鲜 比较有意思的阵容 我再给大家继续做吧 没有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因为确实是 笑宝宝 应该笑的是 笑的女儿村 因为特殊阵容的话 服务量确实高 服务量确实高 这是流量密码 但无奈这种比赛 实在是太少 我比你们更想做 这些不一样的阵容 因为涉及到一个 薄放量的问题 一把狙剑 对面大团倒是不亏待自己 临到最后 也要给自己整个团队 报仇血恨 怎么能让一个魔法生死 临加于咱们的头上的 我一把狙剑 把他废掉 报仇了 实话实说 报仇了 解恨 这不比划生死差 辅助神木 他的问题出在他的节奏上 他的恢复量 他的增加伤害的技能 都很强 他的问题就出在一个节奏上 节奏太差 因为他还有一个获得要零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话 会让他比较的磨叽 不太适合担任一个主力辅助 只能当辅助的辅助 旁边总得站一个普陀山 或者华晨寺之类的 才能最大发挥出 辅助神木的一个作用 继续 人家篮 人家篮 太缺了 继续歪歪 比赛结束 拜拜